三案七題要我們根據實驗結果 算出我們這個金屬塊 這個就是莫在這裡的金屬塊的密度是多少 那我們曉得密度的公式叫做d等於v分之m 所以呢我們需要知道一個體積還需要知道質量 質量呢不用求了 因為呢這裡就告訴我它的重量是100克重 所以質量就是100克 這是我們以前學過的 那所以算下一個體積要知道 體積誰會跟體積有關 浮力一定是異面下的體積乘以異體的密度 像我們的餅跟釘就全部都沒入異面下 所以沒入異面的體積就是它全部的體積 那麼浮力會怎麼算呢 浮力還有第二個算法 就是浮力一定等於空氣中的重 減掉異體中的重 浮力一定是等於減輕的重量 浮力一定是等於減輕的重量 空氣中的重減掉異體中的重 所以呢我們看到它在空氣中呢 它在空氣中重的是100 在一體中呢 在水中重的是60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在水裡面 所受的浮力大小呢 是100減到60 也就是等於40克重 所以呢它的浮力大小就是40克重 那麼這個40克重就是它的異面下體積 乘以異體的密度 所以40就是異面下體積不知道 乘以異體的密度是水 密度是1 所以異面下體積呢就是40 那麼異面那因為它完全沒入異面 異面 所以呢 異面下體積就是它全部的體積 那於是我們就什麼都有了 我們知道呢 體積呢是40立方公分 它的本身的質量呢是100 所以呢我們算出來呢 它的密度呢 應該是2.5 所以呢 我們計算的結果 它的 密度大小呢 應該是2.5 所以呢我們答案呢選擇的是B 所以 我們第三期的第二答案問我們金屬塊的密度是多少 我們答案選B 2.5 每立方公分2.5克重